有一个人在问 你们学佛人天天拜佛念经有用吗 台长说请问你们家里有没有雨伞 他说有 台长问他那你是否天天都用啊 不 不是每天都用 你的时候才用 如果你家里没有雨伞 难道你要等了下雨的时候再去买吗 那个人说那不是买了吗 对呀 不要等人有了灾难的时候 你才去拜佛念经 那就是应了一句话叫 临时抱佛脚晚了 学佛人 众生奉行诸恶莫作 养好一颗慈悲的心 对别人要学会宽容 设身 也就懂得了别人的难处 你的心就会柔软下来 你就会饶恕别人的过错 原谅别人的过失 这就是宽容 一个不懂得宽容别人的人 你将会使用别人对你的尊重啊 所以一个能够宽容别人的人 别人会尊重你 你就拥有了菩萨的慈悲啊 我能够宽容别人的过错 我能够宽容别人的过错 我能够宽容别人的过错